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课 按照学校的要求 需要给同学们讲一讲 这个课就是怎么教 怎么上 有个教案的要点 学校还要求老师们 编一个详细的教学日历 那个就太详细了 我下面就给同学们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门课教案的要点 这门课被名为自治通奸导度 要求其实是很高的 现在学术界有些著名的学者 也在上这个课 而且网络上也能看到 像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 讲的就非常好 新京堂还出版了一本书 叫自治通奸又加过兴衰 我们在这个课 对他的书 有些观点 可能也会展开一些讨论 这样一本要求很高的课程 对于我有限的学书水平来说 导度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我对自己的通奸 虽然比较熟悉 但是谈不上研究 自己的水平有限 所以导的话就很难 我的机会是 我只能做到零度 但是零度我也有我的一些想法 通过零度来尝试 从史料出发 思考研究有关的历史问题 尝试读多种史料 又能跳出史料 来揭示鲜活的丰富的历史内容 我们这条课 按我的理解 通过教学 可能要达到两个目的 一文献学上的 比如说自治通奸是怎么编撰的 它用到哪些材料 我们的课程讨论 我会指定一个同学 你比如说我们选取 《清末汉处》这一段以后 然后还会读一下 实际的有关的篇章 我可能要求这么一两个同学 你给我统计一下 自治通奸 管理这段试则记载 是来自于实际的哪个地方 让这么一两个同学 给大家具体的展示一下 就是说自治通奸的这段试则 来自于史记的 你比如像渔奔记 你比如六邦奔记 然后它这个编撰的过程 有的地方是完全照抄的 有的地方是摘路摘抄摘编的 然后我们进一步的讨论 司马光摘编的时候 文字上是怎样处理的 自治通奸和诗记 被称为史学上的双臂 同时也有非常高的文学水平 此之通奸关于战争场面的描写 尤为突出 通过研读琢磨这些文字表述 我们也能够从中受到启发 来提高我们文章的写作水平 学术文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就是你得有小文采 再一个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们研读这些原始的文献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 要善于在读懂史料的基础上 又挑出史料来 然后发现当时历史发展的一些内容 然后对这些内容进行研究 同时还要琢磨哪些是关键的内容 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 我们要宣读那些关键性的问题进行研究 目前学术研究所谓的碎片化 不能再持续 我想在具体教学上 在对通奸加以简单介绍后 我刚才已经介绍了 零读中华数据版通奸的标点说明 我们要读得懂这本书 包括其他的古迹 尤其是后来人加以真理了的 教砍了的古迹 一定要先读他这个点教说明 点教说明你不去读的话 你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 你看不懂 然后忽科通奸正文教诵 即熟略忽三行诸通奸序 送神众的序 司马光的锦书表 送神众的讲育招数的 这个讲完了以后 下面的具体的教学 我想自治通奸一共有294件 我们就选取其中的两个 比较有意思的历史时段 一个是清末汉初 再一个就是隋末汤初 这两个历史时期 系统零读通奸的原文 怎么读呢 就是通奸的原文 我把它复印好了 同学们忍受一测 我来领读 领读的过程之中 哪个是通奸的原文 哪些是互联形的柱 哪些是考医 哪些是张玉的教看剂的成果 都告诉大家 我领读完这么五六卷 或者是七八卷之后 我会指定 每两个同学来领读一卷 然后你来读一读 你来解释一下 要培养同学们 紧后的 同时教学的能力 在教师进行一段时间的领读后 刘邦向于反抗报清是农民起义吗 张良反抗报清是农民起义吗 第三个问题 刘邦何以到天下 这个问题讨论过多次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题目可以拿来考博士 当然也可以考硕士 而且这个题目 有着相当的指认论式的成果在里面 可以通过思考这样的问题 有利于更加清楚的 总结出汉战争的一些经验教训 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和项鱼加以比较 接下来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汉初为何推行了 军国并行的制度 汉初刘邦的时候 推行了郡县和封国并行的制度 为什么 他们是怎样讨论这个问题的 具体的制度事件又是怎样推行的 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关键的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 你比如汉初发展社会经济的 基本经验有哪些 汉初包裹温景知之的时候 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70年的时间里 速度是非常快的 有哪些基本的经验呢 随马唐初 你比如随杨迪的性格 随杨迪是非常有性格的一个人 他的性格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然后我们读自治空间 会读到随杨迪临死前的一些心理的活动 我们是不是可以借一件心理学的东西来加以分析呢 我的感觉是随杨迪很聪明 怎么死都遇见到了 下面一个问题是关隆集团的特点 北魏北州 随唐 通知阶级上层是由一个军事性的集团 贵族集团 是陈云学先生提出来的 被命名为关隆集团 他的法院地就是关中隆右 在现在的陕西省和甘肃省 他有什么特点 比如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 李渊的母女 李渊是随杨迪的表哥 比随杨迪年长两岁 随杨迪年坐镇晋阳 现在陕西省的省会太远 他太远起兵 然后西晋多取昌安 最后建立唐朝 在这个过程之中 李渊表现了哪一些方面的套略 比如下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宣无明之变 宣无明之变 唐太宗发动的宣无明之变 杀了哥哥 杀了弟弟 最后破是老爸教权 怎么看 尤其是性质 接下来的问题 唐太宗在位期间 出现了中国历史上 封建社会的一个致史时期 被名为真观之治 真观之治的精髓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 就是国家施政 有哪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呢 比如从文献的角度来看 下一个问题 李诗民怎样篡改 思路过时 又是怎样影响了两堂书 自治通简的编转的 这个问题呢 学习界有 有研究 但是我希望 能有这么一两个同学 根据学习界的研究 把它总结一下 然后从文献学 这个角度 来分析一下 整个的课堂教学 特别鼓励同学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新的问题 并加以解决 以上的问题是我想到的 远远不全面 因为历史研究的内容 可以说是无限丰富的 我很希望同学们通过史料的研究 提出新的问题来 然后你来 加以解决 每年读完一个时期后 组织一次小型课堂学习发言 由几名同学做转提性的发言 要形成发言提纲 并做成课件 你的发言的要点 你要形成提纲 做成课件 当然也可以打印出来 同学们和老师认受愉愤 然后这些同学做完学习 主题发言以后 我们进行讨论 比如说 他哪些看法是温妥的 是客观的 他哪些看法是片面 甚至错误的 还可以想想 还有哪些问题 也应该讨论 或者是忽略了哪些问题 然后师生共同商榷 我希望这个课程 在相当程度上 有讨论课的内容 通过这种手段 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 讲完以后 讨论完以后 这个课程的最后 要介绍一下 管理资质通简的研究室 刚才我也讲到了 资质通简问世以后 学术界就开始对它进行研究 一直到现在 管理资质通简进行研究 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历史 就是关于资质通简的研究室 有的学术提出了 要设立什么通简学 也很有道理 在资质通简研究室的 发展过程之中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些 代表性的一些著作 一些学者 最后是我的邮箱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发电子邮件 在资质通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